村口停着一口大棺材,旁边围了许多村民 一个道士做完法事正在让人盖棺 可是一阵大风吹过,把法场吹得乱七八糟 村民也东倒西外,风停了,这棺却怎么也盖不上 道士看到了告诉村民,古人云盖棺定论 如今棺盖不上,那定是死者冤屈未报 三日内若不能平定冤屈,那村子里是要有大祸乱的呀 好几个村民听完一个个如临大敌,因为死者生前受的委屈 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死者是个姑娘名叫信儿 年方二八,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家里住的是村子最大的宅院,祖上也曾显赫过 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已经落寞到除了大宅子什么都没有了 僵体发霉也没人打理,可这村里有几户村民没有什么见识 对这大宅子很是眼颤 看着大宅子里的姑女寡妇心思渐渐活络起来 这日,信儿才做好午饭,就听见父亲一声高过一声的催促 他赶紧把饭端到了父亲面前 刚摆好就听见了门口有church的叫声 饭都没吃找了个借口就走了,一直溜到了村子的后山上 那里有他的心上人在等他,可是着急赶路的信儿 没发现后面有个男人一直跟着他,男人名叫大力 夫妻俩在希尔家做长工,偷窥希尔家大宅子很多年 他跟着希尔来到山上,看到了希尔和心上人大猛抱在一起 两个人好一顿轻热,却没发现这优惠可不光是两个人的优惠 而是一帮人的优惠,附近的草丛藏了好几双眼睛 而当天晚上,小强半夜躺在床上听到了一连串的信儿 他刚开始还以为换听了,没想到他老婆也听到了 一声又一声的信儿把全村都叫了起来 却没一个人出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这里是阴阳界,没有一个村民会在半夜出门 那这叫人的是谁呢?正是信儿爹 信儿白天出门到了晚上都没回来,他担心得很 而等天亮小强发现了自己的东西丢了,哪也找不到 只好来到山上,还拜托了放牛的娃娃帮他一起找 可东西没找到,却找到了一只鞋子 他看到以后满脸晦气,赶紧把鞋子扔给了放牛娃 转身酿酿腔腔的跑走,因为这双鞋是希尔的鞋 而这鞋子不知道怎么到了希尔爹的手里 他跪在门口嚎啕大哭 大力夫妇赶紧把他扶了回去 大力想了半天还是告诉了希尔爹 希尔和大猛交外掩合的事情 希尔爹找到大猛 二话不说直接跪在地上,答应他们俩在一起 求大猛放过血 村民们也围过来凑热闹 你言我欲语的指责大猛,大猛是个烈汉子 拿过一旁的斧头披在树上,把树披了个大口子 告诉村民,若是自己害了希尔,那自己就如此数 村民们被吓得立马散开 一个村子门口种了一棵老槐树,一个斧头正披在了树干上 而被批坏的地方正在往外冒着血 难不成是老树成青 村民们实在是太害怕了 本来就没有人气的村民 这回大家更是禁闭房门 可等所有人都回到家 最先发现树流血的是大猛媳妇 被吓得已经磨正了 大树流血了 什么 在哪 因为村子上刚刚死了人,还和他有些关系 还好他被大猎一巴掌拍醒 大树流血的消息传得飞快 就连放牛的娃娃都知道了 一边放牛一边嘴里嘀嘀咕咕的 被一个路过此地的道士听见 心生好奇 来到了村子里摆了个摊位打探消息 看见形色匆匆的大猛拉住他 非要给他算命 我来为你算上一挂 保你驱鬼除魔化险为夷啊 却被跑出来的小强媳妇拦住了去路 硬拽进了屋子给他算挂 本来不愿意的道士看见他手腕上的镯子 立马变了心意 还主动给他看起了手相 边算命边和他打听一些事情 就在道士说他和信儿有争执 信儿若有冤屈想必会来找他时 小强媳妇就像应激反应一样 一下子就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把道士撵了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快走啊你 又紧张兮兮的把门关上 看着自己手上镯子 这是小强送给他的 可这镯子贵重的不像他能买得起的 又想起了小强那天说信儿的话 红是红白是白 他赶紧把镯子撸了下来 用手绢包住藏了起来 而另一边 信儿爹已经卧床不起 就连水都要端到窗前 他看着殷勤的大力媳妇 开始咒骂他们没有良心 幸救是他们判死的 大力媳妇被楚中兴时恼羞成怒 人也不伺候了出门回家 可是走到半路却遇到了奇怪的事 一个影子把他拦住 告诉他血债血偿 心中无愧 何言有鬼 他被吓得连滚带爬的往家跑 大力媳妇回了家 正跪在菩萨面前寻求庇护 可一回身 门却开了 接着一阵烟雾起来 近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汐 他面无表情的看着大力媳妇 问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可刚刚还满脸害怕的大力媳妇 看到死去的汐 却并不害怕 一个劲的让他说出凶手 自己好替他报仇 还招呼他坐下喝茶 可等他倒好茶一转头 汐却不见了 他追出门却发现 屋外一片空荡荡 哪里有什么汐 而这天晚上 大蒙也遇到了奇怪的事 他本来睡得好好的 一阵烟雾凭空而起 接着汐面带微笑的出现在了他的床头 等他醒过来 就看到汐在朝他走过来 还坐在他怀里和他说话 可等他说两个人私奔的时候 汐却痛哭出声 告诉他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了 就在大猛急的团团转的时候 却一个打挺坐了起来 原来刚刚都是他的梦 而小强媳妇半夜出来井边打水 觉得平时静悄悄的村子今天很奇怪 好像有很多人一样 他到处找又找不到 吓得拎着水桶就往家跑 回了家赶紧把门关上 跑到床上想要增加安全感 却没想到窗户一直在晃 门也被风吹开了 接着一道女声响起 他一回头 汐就出现在门口 问他为什么抢自己的镯子 那是他娘的遗物 直接把人吓昏了过去 第二天 村里都知道汐的魂回来叫冤了 村民们为了性命安全 决定跟汐超度一下 大力找到了姓爹说了想法 可信爹答应的去不情不愿 但是第二天村里举行仪式的时候 他又不得不出现 道士准备好了家伙事摆好法场 欠账的还账 欠情的还情 接着村民一个个的走上来 你就平平安安的上路吧 可等所有仪式都结束了 道士宣布盖棺的时候 却平地刮起了一阵大风 把道场吹得乱七八糟 指钱洒了一地 村民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这关怎么也盖不上了 道士宣布冤居未平 关是盖不上了 三日内要解决此事 否则村里会有祸事发生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大力媳妇被吓得已经开始磨着 他老公赶紧去找道士 求他救救媳妇 等道士赶到他家 大力媳妇就跪在地上 抱着他的腿 求他救救自己 告诉他信的魂魄一直跟着自己 道士告诉他 这是死鬼功息 想了半天告诉他的一个办法 这些东西又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 终于有机会摆脱信了 高兴的他 到酒楼喝了好几斤酒 一个男人半夜喝完酒 正在往家里走 他浑浑饿地走到了一片树林里 听见不远处有女人在哭 却没逃走 而是凑上去看了个仔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不是信吗 可信两天前已经去世了 也是酒壮送人胆 他追在了希尔的屁股后面 可无论他怎么叫希尔都不理他 还越走越快 他就一直在后面追 一直走到了一片茅草屋 希尔的身影不翼而飞 他只好四处摸索 突然摸到了一双脚 他赶紧抓住 可这哪里是什么信啊 而是听了道士话 拿着东西出来安抚希尔 伯魄的媳妇 可媳妇本来就害怕 还以为遇到了鬼 拿起石头去往他手上砸 接着就往家跑 而喝得烂醉的大力 还在原地苦苦寻找希尔 这下好了 一个以为遇到鬼 一个找不到鬼 两口子都有点磨成了 小强两口子晚上正躺在炕头上 聊希尔的这件事 大猛突然推门进来 把小强一顿毒打 逼问他 希尔镯子的事情 眼看糊弄不过去了 小强才招了 那天看见他们结束以后 他拦住了希尔强迫他 而自己也是在那时撸下来的镯子 大猛一听火帽三丈 拿起斧头去往小强身上招呼 两个人把屋子里打得一片狼藉 小强明显打不过 还是他的媳妇 跪在地上抱着大猛的腿 求他放过小强 小强才趁机跑了出去 两人离开小强 媳妇开始收拾屋子 等他出去扔东西 打开门 门上面赫然挂着一只希尔的绣花鞋 吓得他直接昏了过去 而另一边 道士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发现希尔爹半夜来到了新的道场 四处查看 却什么也没干 而是拿起了一个祭祀的馒头 坐在地上吃完了 接着拍拍屁股就回了家 道士不明所以跟着希尔爹的屁股后面 到了家 希尔爹却没回去睡觉 而是走到了希尔的房间里 把希尔的衣服都挂了起来 一边摩缩着 一边把脸贴了上去 道士看得不明所以 而第二天天亮 刚刚打开门的村民 却发现了自己家门口有一滩血 门口的老槐树流血都流到门口了 吓得村民人心惶惶 直接冲进了希尔家 要给他办场法事 好把他的冤魂送走 希尔爹这下不答应也得答应 从来没进过生人的宅院 一下子挤满了所有的村民 道士拿出了自己的家伙事 开始审判凶手 第一个就指出了大忙 说出他和希尔优惠的事 怀疑他失手把希尔推下了山崖 就在希尔爹对大忙破口大骂的时候 他又说大力夫妇也可能是凶手 因为大力当天跟着希尔一路到了崖上 而且他们夫妇俩一直想要宅院 这下时间和动机都有了 面对大家的指责 大力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道士这时又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人 小强夫妇也是心狠手辣 那天希尔下山前 最后一个贱的就是小强 他还强迫了希尔 偷走了希尔的手桌 就在大猛拿起斧头要砍小强的时候 道士拦住他 告诉村民真正的凶手却另有欺人 村民被他动一下吸一下弄得懵圈 准备开口骂人让他快说真相 而道士却看向了希尔爹 希尔爹被他看得一激烈 站起来开始痛骂他 看我干嘛 难道我还是凶手吗 自从道士来了后阴阳界一片混乱 道士才是真凶 道士听完并未反驳 而是撕下胡子怒瞪着希尔爹 好好看看他是谁 希尔爹看完他的脸 一句话都不敢说 道士告诉村民 自己来到此处是寻亲 可是寻到以后亲人都已经离世 接着举起箭只向希尔爹告诉大家 杀死幸尔的凶手就是他 而杀死他的女儿的人也是幸尔爹 因为幸尔就是道士的女儿 幸尔爹一个字也不会认 可是道士拿出了一条又一条的证据 先是拿出了幸尔的镯子 告诉他 这镯子上刻着他老婆的名字 幸尔爹果然毫不知情 放牛娃也看到了幸尔和小强分开以后 被幸尔爹带回了家 最大的疑点就是他把幸尔带回家 为什么晚上还要出去寻找幸尔 幸尔爹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出来 因为幸尔确实是他所杀 他养了幸尔这么多年 本来是打算幸尔长大来伺候自己 没成想先伺候了别人 一气之下他就占有了幸尔 还怕幸尔声张把他杀了 而幸尔如今正躺在他生前的屋子里 等大家赶到屋子里 就看到幸尔了无声息的躺在那 倒是没想到再见到女儿已经阴阳两个 而幸尔爹也趁着大家不注意 一根绳子吊死在了幸尔屋里 与其说这是一部恐怖片 不如说这是一部犯罪悬疑片 层层的推理 只是晚上的气氛营造的可以 把人性的贪欲刻画得淋漓尽致